大家好,我是宾哥 今天我为大家分享一道醋溜偶斯的家常做法 做法非常的简单 这样做的偶斯清脆爽口 酸甜入味 而且营养也不流失 是一道大人小孩都非常喜爱的一道家常小菜 下面就请跟随我的视频看我是怎样做的吧 选择莲偶也是非常有技巧的 千万不要调小那种雪白雪白的 那种雪白的莲偶都是用药水泡过的 没有泡过的莲偶只是表面发黑 去掉皮还是雪白的 吃起来也是非常的清脆爽口 而且带着甜味 今天我花7块钱买了两节莲偶 感觉很不划算 因为莲偶有一大半是孔 先将莲偶用刮皮器刮掉它的外皮 去皮后将它洗净放菜板上 先将莲偶切成厚一点的薄片 摆整齐后再将它切成厚丝 莲偶丝稍微切粗一点 切的太细的话 一炒全部会断掉碎掉 那样做出来会影响美观 也影响食欲 切好之后 装在一个装有清水的大碗中 然后往里面加入适量的白醋 防止氧化变黑 然后我们再将它清洗干净 洗掉多余的淀粉 清洗干净之后 再倒入干净的清水 将它浸泡 这个时候我们来切点配料 准备一个大红椒 先从中间片开 去除红椒的子敌 然后把红椒切成红椒丝 切成和藕丝差不多粗细 就可以了 切好之后装一盘备用 再准备两个青椒 再准备两个青椒 青椒从中间片开 也要去涂青椒的子敌 青椒 也切成青椒丝 切好之后也装一起备用 再准备一节大葱 将大葱也切成葱丝 切好之后也装一起备用 再准备一片生姜 先将生姜切成薄片 再切成姜丝 切好之后装另一个小碗中备用 配料切好之后 我们起锅烧水 水开后加入白醋 再倒入莲油将它焯水 水开后焯水一分钟左右 炒好之后 将它捞出 再倒入清水中 那样使莲藕更加的脆爽 再将它清洗一遍 现在我们起锅烧油 油热后下入姜丝 将姜丝炒香 炒香之后下入莲藕丝 再开中火将它翻炒 大概翻炒到一分钟左右 将莲藕丝炒熟 然后我们下入青红椒丝 和葱丝 再开大火将它翻炒 将青红椒丝和葱丝炒至蛋松 也要将它翻炒一分钟左右 青红椒炒至蛋松后 我们开始调味 少量的食盐 一点白糖 再加入多一点的米醋 再快速的翻炒 再翻炒个30秒左右 炒莲藕丝 千万不要加鸡精和味精 什么生抽 蚝油 通通都不需要放 只需要加入一点食盐 和白糖 就可以了 最后我们再勾入一点薄切 再翻炒几下 就可以出锅了 好了 炒成这样 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一道鲜香肉味 清脆爽口 开胃下方的醋溜 莲藕丝就做好了 做法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是不是一看就学会了 喜欢吃莲藕丝的 可以舒散起来 再加试试做 亲爱的朋友们 如果我的视频 对您有帮助的话 麻烦伸出您发财的小鼠 为我点赞关注 并留言转发哦 您的鼓励 是我前进的动力 非常感谢 大家的支持与关注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